这个国家和国家的关系啊 大国跟小国不一样 大国相处之道和小国相处之道不一样 李光耀当年新加坡多小啊 马来分立出来那么一个小岛 然后在那个地方 他就强调全方位 夹缝当中求生存 有自己的主张 但是我自己利益不能受损失 我绝不呢 归属到某一个方面去 然后让自己利益受损 乌克兰就不懂这个乌克兰现在的总统泽连斯基他不懂 他用写剧本的思维来看待 大国之间的政治 跳得很高 自己家的兄弟他是二毛 俄罗斯是大毛 他跟大毛弄翻了 然后拿把刀捅大毛 一巴掌被打残了吧 还有一个小狗也是 这国家您想的是谁 我不是说乌克兰 乌克兰说了吗 我说的这个国家叫 芬兰 芬兰亲美 芬兰要求加入北约寻求保护 然后跟俄罗斯过不去 当地时间5月18号 芬兰和瑞典驻北约大使代表各自国家 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递交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申请 标志着两国正式放弃 长期奉行的中立和不结盟政策 折腾来折腾去 现在麻烦了吧 大国可以左右小国 小国 你对他本身能左右大国呀 芬兰在100多年前 一直是俄属领土 俄罗斯领土 第1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独立 但是到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德国闪击波兰 苏联呢 这个时候就进入了芬兰 注意啊 是德国闪击波兰 然后呢 苏联这时候就接了芬兰 两个大国 波兰和芬兰 这时候呢都被别国 军队跟占领了 开始的时候啊 芬兰抵抗居然把俄罗斯军队给打败了 但是到最后苏联红军伟大的反攻 纳粹德国 柏林插上 苏联红军的旗帜了 芬兰傻了吧 芬兰你和德国站在一起啊 芬兰怎么办 芬兰这时候一看 折腾不起 那帮着呢 求和吧 求和 求和 保持独立 苏联那时候倒也没有南北芬兰 那独立就独立吧 然后就独立多少年 独立了七八十年吧 也和平也繁荣 过得去 2022年 2022年2月 乌克兰 发生 事变了 特别军事行动打响了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形势大变 芬兰的联合政府 觉得是个机会了 他跟泽连斯提法里一样错误 开始仇视俄罗斯 开始亲美国 自己就沦为战争代理人 请大家注意个问题 你没有实力呀 你是个小国呀 俄罗斯当年给你独立的机会 八十年你发展的不错 你干嘛非得要成为敌人 你两边都做生意 你全方位外交 把握平衡好不好 不 去年4月4号 你瞧选的日子 芬兰正式加入北约 今年7月1号 芬兰通过一个 跟美国的防务协议允许美国使用芬兰经内15处军事基地设施 照道理来说呢 你既然已经加入北约了 然后你跟美国签个防务协议 然后那15个基地 美国可以使北约说了算的 好像 可以理解 是可以理解 但是事你不能只看这一块 你往边上一看 俄罗斯气傻了 俄罗斯气疯了 因为你这是针对俄罗斯的 并且对俄罗斯构成了极度的威胁 两年之内 芬兰有一个原来严守中立的欧洲国家 你变成极度亲美 学是泽连斯基 然后呢 你跟俄罗斯过不去 背后捅刀子 你这么一看 你知道俄罗斯人怎么想吗 美国人可以的 直接出出入路 美国军人不受法律保护 美国的货品 美国的军事装备自行出入 美国人不用纳税这几条加起来 关键是你那个设备啊 我直接威胁 俄罗斯 现在有些国家 年轻的政客呢 反正是脑袋一拍就开始干事 你这么大决定没有全民 投票通过 你这么大的决定 没有审慎的评估风险 更要命的是和美国签订的防卫协议当中 允许美国武器随便出入 包括核武 大家想一想 这是芬兰 这是俄罗斯 离着这么近 现在美国武器的随便出入 包括核武器 芬兰 你这不是把自己放到俄罗斯的炮口前面吗 你挡得住吗 F15 F16战斗机 中程弹道导弹 200公里之外就是俄罗斯的圣彼得宝 大家想想 卧榻之策 其中他人酣睡 卧榻之策 别人在那玩核武器 那俄罗斯能善干罢休吗 芬兰变成了威弃俄罗斯的前线国家 假如是北约和俄罗斯开战 俄罗斯第一个目标就先把芬兰摧毁了 你这么想啊 当时俄罗斯打乌克兰的时候 芬兰人说 我恐惧啊 我恐惧啊 俄罗斯可能打我呀 我就加入北约 加入北约好像还可以理解 但是美国的军事存在离圣彼得堡只是200公里 俄罗斯能容许这样吗 你这不是找死吗 本来以为加入北约可以寻求保护了 没想到呢 北约扔给你一堆核武器放在芬兰 然后呢 俄罗斯又把矛头对准了芬兰 芬兰人由此陷入了更大的恐慌 俄乌战争打的结果是什么样 虽然打了两年多了 但是到现在为止 俄罗斯开始压倒乌克兰 全面压倒 那北约起劲的宣传 北约对外口径是芬兰如今受到了俄罗斯更大的威胁 美国要通过芬兰给俄罗斯以教训 是啊 他们两个在这打起来 两头大象打起来 人家装在地位就完了嘛 芬兰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美国的另外一个战争代理人 而 他对这场战争没有任何的控制能力 更要命的是 北约现在已经没有可能给吴军更多的装备了 芬兰 你指着美国给你装备 也没可能 就算给你装备芬兰 你一个弹丸之地 你能跟俄罗斯直接开打吗 所以呀 这冤家一解不一结呀 所以呀 小国政治 现在这些一拍脑袋就开始胡作非为的小政客 根本就不考虑国家利益 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 如果现在战争就这个状态还好 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解决问题 如果真是北约和俄罗斯硬钢 好完了 芬兰自己先被打碎 如果赞列斯基胡作非为 惹的大毛以更大的力度 加以报复的话 那倒霉的也是芬兰 不管怎么样 中国观众不太熟悉的芬兰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牺牲品 当年基辛格协商就反复警告乌克兰 左右逢源是最好的 千万不要依附到另外一个军事集团去 乌克兰不听 美国人要乌克兰不听啊 于是乌克兰就挑衅俄罗斯 就导致今天这个结果 芬兰更是跟风都没脑子 就导致这么尴尬的境地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观众北京视频 北京视 东城区居民 斯马南 再见